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肩难被看歌手 刀剑入梦 人月光滑流手走 黑与白石飞鲁 其实我要成江湖 我有一个恋爱闹 拂双万里都是浪漫情调 我要命中唯一爱情之上 我要难住手我绝识报答 我要故事很甜很甜 我要情节不落苏唐 向来痴快夜恩求少年 子弟江湖缠绵风流 白衣侠侣携手 并肩南北干戈修 刀剑如梦 人月花魂柳梢烧头 是非路人定身天 这时我要可乐相互 这颗素质那爱马宝 走掉走掉 情侣心情难要念都要都要 掌声过百花 见识非就唱很好 我听到多情愿不满 绝其骄傲 骑哥哥 放我一条生路 我的妹妹长大了 你见到我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怀疑我 我明明信你 我一心一意地要救你 春花确实是被上官秋月所利用 但她并没有对不起奉鸣善状 自己说 长生果 什么意思 坦诚作为公开者 即可获得长生果 妇娄她这辈子最珍惜的就是她的夫人 她的夫人现在病入膏肓 最需要这颗长生果 可这颗长生果它是假的 哥哥 你能不能带我去传鸡谷 妇谷主可以用我的妹妹 去换取长生果 春花姑娘 游司夫人 你怎么来了 傅姑娘 我这个妹妹很善良 你要好好地待她 你真那么在乎你妹妹 会让我知道 你这一出到底安得什么心 我对这个妹妹 确实是真心 不过当然比不上你对游司夫人 所以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只是我不接受威胁 也不愿意我在乎的人 受到一点伤害 你到底有何打算 当然是麻烦我自己 去给凤鸣山庄送个信 告诉他们 盟主未来的夫人 在传奇谷做客 你说他们会不会 拿长生果来交换 出来吧 出来吧 顾心主此刻 不是暗中督促白道中人 也去发布罪己书了吗 叶行主高明 罪己书设计得不错 此次获得长生果 需要公布自己的罪行 他们这些人 只盼着一个人 出来成为祭品 妇楼求要心切 自然是祭品 最合适的人选 此次凤鸣山庄 收到罪状 就被架在了火上炙烤 这次杀掉妇楼 会让凤鸣山庄 声名大噪 但是 也会失去 一部分的人心 千月动法则第一条 不得猜测 洞主的心事 你忘了 尤其啊 是让萧白 失去春花姑娘的心 闭嘴 闭嘴 好了好了 我不说了 也不会说 传奇谷因此分崩离析 千月动统一星月教 指日可待了 你为什么就是对洞主 那么死心塌地呢 听说春花姑娘 在结婚大礼上 被千月动 洞主结了去 当时啊 我还以为是 武林争动呢 现在看姑娘的模样 怕是有几分情分 武林争动呢 你可望永生吗 夫人 你渴望永生吗 夫君他杀了很多人 你都知道啊 他答应过我不杀人 我便相信他不会再杀人 只是 我也见识过江湖 尤其是传奇谷和七月动 完全奉行弱肉强食 夫君为了我 逃到传奇谷 从最低的弟子做起 做到了谷主 这当中的辛苦 不想也会知道 没有想到 夫君都是为了我 我当然要替他着想啊 我跟他说过 不恩爱的夫妻 就算相处一世也是怨偶 情感好的日子 哪怕三年五载 也是幸福的 可是 他怕是太想我陪着他了吧 我放弃永生 一路上奋不过身地去追寻一份爱情 可是 小白能给予我这样的爱情吗 哥哥给予的 四真四假的关系 是这爱情道路上的测试吗 还是爱情 原本就是太复杂的事情 为什么我就不能得到 像尤思这样 毫无保留的爱情 肖大侠一波云天 是江湖中人人都想嫁的大英雄 他能这样爱你 你是幸福的 不过在这婚礼上抢亲的人哪 也是极有魅力的 蛇蟹美人 皮囊罢了 啊 这爱情啊 有让人心动的想要的 也有人 会心动着去接受 那尤思夫人 你真的很幸福 爱情这个东西 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 看来春花姑娘 是陷入困惑当中了 夫人你觉得 最好的爱情 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 不管她在别人眼中 是什么样的 她在我眼中 是最特殊的 不管 我在别人眼中 是什么样的 在她眼中 也是最特殊的 爱情啊 真的是很难说清楚的 改天你看看 你选择了什么 放弃了什么 她又选择了什么 放弃了什么 就一切都清楚了 妇罗怎么还没有回来 她这是去哪里了 我不想她为了我 拾弃生命 是 属下已经在春花姑娘的房间 投递了帖子 很好 但是以萧白的形式 她应该不会与传奇谷 大动干戈 让我们平白得利 她知道青州 游司奄奄一息 春花姑娘陪伴左右 傅龙 宛如热锅上的蚂蚁 所以啊 何须我们费神 一张醉剂书 一场生死离别的爱情 一场春花与游司的友情 足够让这场戏 变得更加好看 下去吧 等着看戏就行 再来 你 姑娘 我刚刚才你 说你一夜不能寐 叫我起来陪你 你说我是什么老虎命啊 少盟主 春花姑娘不见了 什么 留下一张纸条 传奇谷长生谷 换春花姑娘 怎么了 传奇谷 春花姑娘真是个累赘 不是被千月洞劫去 就是被传奇谷劫去 冷宁 都已经两个时辰了 你还没做好决定啊 大局当前 我愧怼春花姑娘 用长生谷换春花姑娘 结果都是一样 但事关凤鸣山庄的声誉 用长生谷换春花姑娘 是出于私情 妇娄用罪己输赢的长生谷 是出于武林公义 我已经让逢鸣山庄 失过一次颜面了 盟主难当哪 春花姑娘说过 妇娄对她的夫人 十分地珍惜 春花与她的夫人 也十分地交好 所以春花在传奇谷 安危无欲 只是如今她有人质在手 我们还需要想想别的办法 少盟主 棱掌门求见 这么晚了 棱掌门怎么也来 她还带着一名女子 这是 副谷主的夫人 有私 只有斜持有私 才能让妇娄自投罗网 游私只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而且还身患重病 这么把她绑来 宁儿 江湖险恶 你不懂 跟魔头走到一起的 能是什么好东西 可是 游私是我杀父仇人的妻子 如此看来 他们俩恩爱的传闻不足为心 妇娄凶残 游私体弱 看来也是受尽折磨 才苟祸至今的 二位姑娘说得有道理 夫君 我这是在哪里啊 游私夫人 这里是凤鸣山庄 我们邀请您夫妻二人来府上 做客 今夜 先请在厢房稍事休息 副雇主她 很快就到 是在下未能提前通知夫人 是凤鸣山庄 离书不咒 那就有劳少盟主了 是春花姑娘带我来的吗 昨天晚上 我们聊得很开心 我的贺礼 春花姑娘现在出门游玩 您的贺礼 她非常喜欢 那就好 既然游私夫人 确定留宿凤鸣山庄 那老夫 就不多讨扰了 那我们就送游私夫人 去厢房吧 嗯 没想到一介大魔头的妻子 竟然会如此不安事实 但是挟持柔弱女子 作为交换手段 这般达到墓里 势必也会为外人所诟别 既然墓已成舟 我再修书一封 通知父老 你还在想今天的事吗 今天爹的所作所为 实在让我有些痴情 冷掌门也是以大局为重 只是太不择手段了 江湖污浊 忍在其中 难免会身不由己 说起来 听游私的谈吐 他似乎跟妇娄感情很深 被妇娄保护得很好 他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秋叶哥哥 游私夫人呢 你怎么还没有回千月洞呀 小春花利用哥哥来到传奇谷 这转头就想赶哥哥回家 太绝情了吧 哪有 我这不是怕你休息不好吗 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消息 急着来告诉你 什么消息啊 你在这儿睡得甚是安稳 怎么 这传奇谷难道比凤鸣山庄和千月洞 让你觉得更自在 那是 因为游私夫人 是我最羡慕的人 有她在我身边 我觉得安心 游私体弱多病 有什么值得你羡慕的 你懂什么 你懂什么 行 那说来听听 游私夫人得到了我最想要得到的东西 什么 以前总听 相濡以沫这四个字 现在看到游私夫人跟妇娄 他们相依为命 互相珍惜 感觉一个人能得到这样的情感 一辈子也不算白活 那这么说 小春花是亲身体验过这种感觉了 以前 我以为 不知道 我看你是想消白了 怎么样 要不要我再跟你赌一个 好一个凤鸣山庄 副谷主 昨晚 你与游私相谈圣欢 我想着他身体虚弱 琴鹏撂落 就放纵你在这住下 没想到就这一夜 游私居然被截去了凤鸣山庄 什么 可惜呀 这么有趣的消息 竟然被副谷主先说了 真没想到 凤鸣山庄也会干出这种 盈盈狗狗之事 我也真没想到 直到昨天为止 副谷主还天真地以为 凤鸣山庄不会干出这种 盈盈狗狗之事 只要结果是正义 他们甚至可以编造一万条理由 来掩盖过程中的恶行 小春花应该更熟悉他们的套路 难道你早就知道游私夫人 你昨天突然过来 是不是跟他们理应外合 副谷主 我妹妹胆小怕事 希望你别吓她 副谷主 长生果是假的 发布的罪己书 销毁长生果也是个骗局 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阻止你们 不要掉入他们的陷阱的 假的 假的 的确是假的 死死还需要她活下去 游私夫人现在在凤鸣山庄 而你有那么多的仇人 她现在是危在旦夕 凤鸣山庄 等等 你可以带上我 他们绑了游私夫人 你可以绑我呀 那我就不奉陪二位了 副谷主 我这妹妹脾食得很 你要假装挟持她 就要装得像一点 对啊 咱们要演就演得像一些 但是 不能伤脸 不能残疾 其他的你随意发挥 原来妹妹最在意的是自己的脸啊 冰蚕丝密室都不如这个管用 不如小春花跟哥哥打个赌 如果我赢了 你就得跟我回千月洞 你又要玩什么花样 少盟主 不不好了 你绑着我也没用 你绑着我 我一会儿让小白来收拾你 副谷主 你要不然用你的兵器夹在我脖子上吧 正想得憋针一些 快点 快快快 找我找我 救命啊 小春花演技可真好 不过这招下次就别用我身上了 纯旗谷这次只来了妇楼一人 武林中人此次再度集结到凤明山中 想要围观罪己输的大礼 人多势众 副谷主也带了不少传奇谷的弟子 齐劫在凤明山庄之外 挑一些优秀的 是 各种优秀的 顾完已经前去做了联络 传奇谷一旦覆灭 就剩下我和肖白单独对决 有意思 小白快救我 春花 傅龙 于死网破 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我劝你还是放了春花姑娘 拿你的夫人换我的夫人 再不马上把思思交出来 我杀了她 傅龙 你滥杀无辜已经铸成大错 不要让她在你的罪行上 再贴上一笔 罪行 先挟持思思的是你们 你们也好意思舔着脸 给别人顶罪 傅谷主怕是已经忘了 自己是如何不择手段 背叛失门 强娶失娘等 小白 小白 小白你快救救我 小白 像你这样贪神怕死的女子 可我资格做少盟主的夫人吗 你就算用少盟主的夫人做威胁 也是不行 不能改喷 春花是我魏国门的妻子 把思思交出来 我就放了她 夫君 你们不是 请我和夫君来做客的吗 夫君 春花姑娘是好人 不要伤害她 你若是放了春花姑娘 我还你夫人 你们哪 难成大忌 夫人 请 夫人 父亲 没事吧 好 我们走 想不到这小白竟还有一丝人情味 是 若真如此 小春花 让你去凤鸣山庄 你会不会更开心一点 傅姑主且慢 明日午时 凤鸣山庄召开长生果大会 届时 游司夫人的病 可能会有救 小白 你明明知道长生果是假的不是吗 小白你 我小白 以凤鸣山庄百年生育担保 长生果并无作为 明日 我凤鸣山庄 会保护你和游司夫人的安全 春花姑娘 长生果 就要留给有需要的人 不能为了留在凤鸣山庄 而四处生章 它是假的 小春花还没答应与我的赌约呢 你可真是哪儿哪儿都来去自如啊 有妹妹的地方 就算是刀山火海 我也能来去自如 调戏人的话你倒是说得比谁都顺口 你在明天的长生果大会上 你的小白能不能护得他们俩的安全 只要你不插手 我保证不插手 只要能护得周全 我相信他能够保护你 你继续留在凤鸣山庄 如果护不得周全 你就跟我回千月洞 我不跟你赌 我不跟你赌 你是不想赌还是不敢赌 武林正义 与个人道德 孰清孰重 在你和武林正义之间 肖白到底会选择哪一边 你送他棋子的时候 他肖白告诉过你 他会选择什么吗 他确实没有 小春花 漂亮的画一万句 也抵不过一句真心话 那哥哥你对我也有什么真心话呢 哥哥是没有什么真心话 哥哥会做就行了 站住 我在凤鸣山庄这么尴尬 都是因为你 你现在还要大摇大摆地 从这个大门走出去 是吗 哥哥倒是觉得 和妹妹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在千月洞 好 我跟你赌 小春花终于肯下定决心了 明天就是长生果大会 月圆之夜 也许会更有意思 圆月圆月 看起来就像个陷阱 好 妹妹这句话 好像是在骂哥哥 思思不用担心 明天等我拿到长生果 我们就能快乐地在一起了 父亲为了我的病 父亲为了我的病 日夜奔国 难免会得罪人 等我的身体好转了 一定亲自上门解释清楚 然后就能长长久久地在一起了 惯人 O 惊人 O 是偶然出现的时间 是春夏秋冬的誓月 某个水中望月的眨眼 看透爱的泯灭 是本集新天的缠绵 是过足不向前的残缺 没有你的桃园 并非朝话西施半可怜 伤变了春花秋月的线年 也不及见到你的一瞬间 一瞬间决定永远 步履为前 无可辨 将一半的回忆旧地封建 留一半沧海桑田 命运中的寂寞难言 多希望你看得见 是偶然出现的时间 是春夏秋冬的誓约 某个水中望月的眨眼 看透爱的泯灭 是季新天的缠绵 是过足不向前的残缺 没有你的桃园 将一半的回忆旧地封建 留一半沧海桑田 命运中的寂寞难言 多希望你看得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间了春夏秋冬的碎片 为你拼完成注定的情节 那错过的一瞬间 那错过的一瞬间 谈得无言 却如念 却落花开铺一滴的情节 爱里留下了沉添 年轮中的不同交接 你又怎会看不见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